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谓的我不思考一切了 其实是说我们对哲学的期待或者对思想的期待到底是什么 那在这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区分为人类的这种认知的氛围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见的层面 第二个层次就是所谓的知识的层面 而第三个层次就是所谓的智慧的层面 我们可以大体做作为一个区分 那么当我们试图要去思考一切的时候 我想可能是在知识的层面了 因为如果是在意见的层面 意见的层面也是对一切 每个人都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们就说叫做众生喧哗的事件 但是站在一个哲人的角度 会认为众生喧哗本身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知道像古希腊的苏工拉底 她就是她的死亡 严格来说就是支持 她所要表达的东西 和这个大众的意见之间发生了冲突 因为意见它可能是一些谎言 是需要被迎合的东西 是不经思考的东西 甚至是出自一种本能 出自自己的一种偏下的利益的 一种机械的一种表达 那所以说这样的意见 在苏格拉底 在波拉图看来 可能是比较虚幻的 就是我们忙忙碌碌的去追逐 隐隐狗狗 但是到头来呢 是可能会竹南打水一场空吧 所以她认为这个意见的世界 有可能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这当然是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的处境的 我们今天其实也是 就是也是经常是活在 这样的意见世界当中 尤其是今天的这种网络信息化的 这个时代 每天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网络信息 都构成了我们的谈资 以及我们能够表达意见的这个机会 但是很遗憾的是 这些意见呢 并没有真正构成 有助于生命成长的知识 因为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外在的 这是我们所说的 那她还谈不上思考 那么所谓的思考一切呢 可以说是在知识层面 那我们以前呢 就是夸赞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她知识非常的渊博 她什么学富武车 她所多的东西叫汗流冲动 对吧 她是一个什么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我们经常会以这样的评价 对吧 去对一个有知识的人进行包拯 当然 我们说知识肯定是要经过思考的 但是呢 知识的思考呢 尤其是在今天 随着这种专业化分工的一种发展 就我们的这种 对知识本身的思考 其实是一种 无根基的一种思考 就是她并不 我们在思考之前 一定会假设 一些规范性的东西 比如说现代科学的一些规范 要有一种实证主义的 要一种逻辑的 可验证的 这样的一种标准 这些都是限制着我们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思考方式 就是我们要遵循这些前提和规范 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规范情况之下 来进行思考 那么这样的一种思考呢 其实它就是仅仅可能会 发现一些知识 会解决人类的一些 技术化的这些问题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当然是 已经做不到任何人 做不到思考一切的 那么从哲学的一个角度 所谓的思考一切 其实也标志着 说这种话的人 他对哲学的一种雄心壮志 因为我们知道最早在 这种专业分工 知识分工 不像今天这么精细的 时代背景之下 最早的哲学家和最早的科学家 其实可以说是 不分家的 对吧 比如说最早古希腊的这些自然哲学家 他们也同时 他们其实就是既研究天地万物的一种自然现象 也会对这些自然现象的原因本质进行追问 就构成了他们的哲学士的一个思考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乃至近代以来 我们经常会说像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 其实很多时候同时也是伟大的科学家 包括像笛卡尔 像莱布尼茨 像斯宾莫莎这样的人 他们既有哲学上的贡献 他们在科学上 其实也是有不小的贡献 包括康德 是吧 他发现了这个 他提出了心灵假说的一种宇宙起源的这个理论 是吧 所以那时候就是 科学思维跟哲学思维之间 他还是有一些内在的观念 他是很显然 到了今天是吧 科学家跟哲学家 我们今天当然有科学哲学了 我待会要说 科学这些就是属于我刚才说的 一切都是思考的范畴 我现在就是说 站在这个知识的层面 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 真正意义上的去思考一切的 人是有限的 如果仅仅是思考一切 什么都去思考 其实你那样的一种思考 没有真正的价值 你都是在规范的一种前提之下 你在不挑战这种前提的情况下 进行思考 所以你可能是某一个专业领域的这个专家 但是呢 可能超出你的专业领域 你要对所有东西去发扬 可能你会成为一个外行 这也就是最早的苏格达底 对于智者派的一个评价 他就说这些智者派呢 就是因为掌握了某个领域的知识 就认为他们掌握了人类的全个知识 他们就认为自己是最有知识的人 结果苏格达底通过他的考察证明了 这些人其实是无知的 他说我比他们更好的一点是 我知道我是一无所知的 对吧 那这里面就引入了智慧的层面 就是为什么我知道一无所知 那是因为我明白人的知识 相对于神的智慧来说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所以哲学最终是爱之求真 是给智慧的爱 而不是认为我思考了一切 我就代表了智慧本身 因此我们现在要想的是 在今天这个时代 我们要爱之求真 我们如何去热爱智慧 那我想我们热爱智慧就是 要过思考的生活 就是我们的一生呢 都是在思考当中度过的 我们的这个思考呢 其实就是苏格达底所说的 未经省察的人生 不值一过意义上的这个思考 所以这个思考呢 它其实是一种批判性思维 贯彻到我的生活的 任何领域的一个表达 对吧 就是我们生活 就是衣食族行 日用饮食 我们的专业 我们的职业 我们与人打交道 其实都要贯注着我们的思考 所以说一切都是思考 而不是我们要思考一切 如果一切都是思考 你比如说在政治领域 阿隆特就说 有思考的人 他会永远需要追究 我会做出某种行为 他的一种正当性合战 我要自我去拷问和均问 这样的正当性 有到这样的思考的人呢 在阿隆特看来 他就不容易犯这种 所谓的平庸的 恶的 这种一种错误 是吧 那因此呢 当我说 一切都是思考的时候 这形成了 其实是一种新的一种 哲学精神 和看待世界 看待自我的一个态度 这种态度 不仅是要发现世界是什么 而且要追问世界 为什么如此之事 这就是一种追问 哲学就是要对我们认为 是天经地义的一些前提 都要去追问 都要去批判 但是这样的一种追问和批配呢 并不是说我想 结构一切 而是说 我们的价值 很多时候 不仅仅是创造的 同时也是发现 不仅仅是发现的 同时也是创造的 那创造的背后 是因为 我们有思考 是吧 我们通过这种 追问这个前提呢 我们对于 我们所相信的 我们认为是 真的一些东西呢 不断地 从不同的层面 进行一种性查 进行一种考察和解释 最后呢 我们扩展了 我们的一种试用 我们所持守的东西 不管我们 性还是不性 我们已经为生命 注入了新的这种力量 我们是以这样的一种 观念的力量 去应对世界 所发生的一切的 这下呢 我们才有底气去说 真的太阳底下 其实也没有心事 太阳底下 但没有心事 就是说 日子可能都是 平常的日子 我们的生活 可能都离不开 就是吃穿住行 等等各个方面的领域 但是我们为这些东西 所复役的意义是不同的 我们如何活出这样的生活 是有差别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 这种思考的人生 对吧 因此我再次重复 也许我们并不能思考一切 我们知道人的一种有限性 但是呢 我们的一切都是思考 或者说 我们的一切 哪怕是非常务实的 现实的生活 但是背后都是有一种 追求清洗 追求判断的一种清明 追求行为逻辑的 这种一贯性的东西 所支配的 这就是思考的人生 那我想呢 这可能是真正才能够 不断地提升 我们人的这样的一种价值 得到一种真正的途径吧 好 谢谢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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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